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橘子 今天我们来做红烧羊肉 拿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羊肉非常的好吃 而且一点伤温也没有 做法也很简单,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将羊肉浸泡在清水中数个小时 中途换水数字 以达到去除羊肉内部血水的目的 然后把羊肉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 将羊肉冷水下锅,煮至水开 水开后我们继续煮两到三分钟 把羊肉内部的血水完全逼出 那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是去除羊肉伤味很重要的一步 将羊肉全部捞出 捞出的羊肉我们把它清洗一下 去除表面的浮沫 然后放在旁边沥干水分 我们来准备一下配料 一小颗洋葱将它切成半状 再准备一些八角生姜 干辣椒,桂皮和大蒜 起锅烧油 油热我们放入刚才的所有香料 待香料炒出香气后 我们放入羊肉 然后继续翻炒 把羊肉的水分炒干 直到羊肉的表面有一层淡淡的焦黄色 那这一步就是美拉的反应 通过高温把肉的香气全部逼出来 接着倒入调味料 生抽 酱油 一点醋 稍微翻炒一下 我们倒入开水 不可以倒入冷水 倒入冷水的话会使羊肉的肉质变老 然后放入干辣椒 干辣椒比较容易糊 所以炒香料的时候没有放 盖上锅盖中小火 大概煮50分钟 50分钟后羊肉已经熟了 我们开盖进行二次调味 放入一勺辣椒酱 倒入洋葱 加盖继续焖大概5分钟 5分钟后开盖 洋葱已熟 如果觉得颜色淡了 可以再点两滴酱油 如果觉得味道淡了 可以放一点盐 关火加盖 利用锅的余温再焖5分钟 然后就可以盛出装盘了 一道咸辣口味的红烧羊肉就完成了 非常的好吃下饭 我这次买的羊肉太瘦了 那大家可以选那种稍微带点油花的羊肉 这样炒出来的红烧羊肉 奶香味更足更好吃一些 谢谢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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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观看